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问句否定句 careful当然也可以用在肯定句里面 主要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照顾 照顾老人小孩小动物 另一意思是爱某人 用careful来表达爱 没有用love那么直接那么重 所以有时候也可以理解成喜欢 但一般来说它比like还是更强烈的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love的另一种表达 because I care for you you care for me 这几个意思呢 不管什么句式 多多少少都带点比较讲究的调点 偶尔用一下 既显地道又显素质 可以学着用一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